哈喽大家好,我是Hana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又好吃又简单的清煮丼 我没有时间的时候 每次都会煮这道菜 10分钟就上桌哦 首先煮饭 接下来洋葱切丝 我比较喜欢有洋葱的口感 所以不要切太细 但看自己哦 这边的鸡腿肉已经洗好擦干了 如果肉上有多余的油脂跟骨头的话 把它去掉 鸡腿肉一个人份大概100克 今天我要煮两个人份 所以准备200克 你想多吃一点肉的话 自己调整量哦 接下来切块 每个大小 大概为2公分的正方形 尽量切 每个都一样的size 接下来切块 把鸡腿肉切丝 擦干裤 来切块 把全部稍微打一打 不需要打得很均匀哦 做清主动的时候 最重要的事情是锅子的size 要选材料都放进来 刚好的size哦 两人份的话用20公分的size 就刚刚好 不要太小不要太大哦 接下来 准备酱汁的部分 酱汁都直接放入锅煮里面 煎油露60cc 水60cc 糖一小匙 味淋一大匙 酱油一小匙 稍微搅拌一下 然后把鸡肉放进来之后 开中火加热一下 软锅的时候 先把肉放进来的话 比较容易入味 肉的口感会比较嫩哦 煮滚了之后 煮滚了之后 把洋葱放进来 再煮5分钟左右 中途把肉翻面 中途把肉翻面 鸡肉翻面 大概5分钟之后 把4分之3的蛋液放进来 盖上盖子 焖一下 大概1分钟左右 如果没有刚刚好的盖子的话 像这样 用乳薄纸盖起来 就好了 饭煮好了 现在要添饭 一分钟之后 像这样 蛋液稍微凝固的样子 就可以把剩下的蛋液都放进来 盖上盖子 再继续20秒 分开 现在可以关火了 放在白饭上面 最后放上一些葱花 像这样非常简单的清煮丼 就完成啦 口感很软浪 很好吃哦 天啊 吃了好想回出日本哦 好咯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今天的分享吗 喜欢的话帮我按赞跟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